101岁生日快乐 台师大师陀网会为每年孝庆首发活动 今年的师陀网会除了预祝台师大101岁生日快乐 也是师大社团评鉴颁奖活动 台师大吴正级校长也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社团累积课本学习不到的经验 因为我接触过很多这个公司的主管 其实他们的大师都参加不适合 可以犯错犯错以后再学习 但是出了社会以后犯错的代价就蛮高的 如果在大学里面好好的参与 那你出了社会你会取得一个很有力的一个位置 得知自己的社团获奖忍不住哭出来 因为这些奖项得来不易 得从近200个社团中脱颖而出 教出最佳财务运作最佳刊务编辑等13个奖项 再扣掉从缺或奖率不到10% 那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委员都是外聘的 那所以委员呢他在审查的时候 即便只有一组报名 如果他觉得他表现的没有办法成为特优的奖项 他也不会颁布给他 而今年第一次报名参赛就荣获两个奖项的人发系 背后有着不能输的使命 因为我们下一届我们就要改名了 人发系学会在未来不会再有这个学会了 所以我们就希望在改名之前 我们可以有一次机会把人发学会 留名在历史上面 除了奖项 舞台串场表演也是一大亮点 从K-pop 西洋京曲 到华语流行乐 让喜爱不同文化的人都很有共鸣 就是让大家自己去选择那个音乐 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去设计 他们的出场的动作啊或舞蹈 希望就是可以多元一点 活泼的元素 活泼的元素 对啊可能也可以让喜欢各种文化的人 去有多一点的连接 经历了疫情 许多社团活动被迫停摆甚至失传 台师大林梅军学务长表示 社团评鉴能让社团人相互观摩以及交流经验 是快速成长的好机会 期望社团活动能快速复苏 让学生能在社团中有更多的学习 校园记者黄佩琴报导